第三下二百三十三集 不过我最近大听到无计鬼王在闭关修行 最近数年他都不会出关的 若真是这样那这一次就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叶少阳听了简直不敢相信 鬼王居然还闭关修炼 这还有没有天理了 他闭关不是为了修炼 他修的是阴阳交态之宣公 必然也有阴盛阳衰 或者阴盛阳衰的时候 因此每过六十一年 他都需要闭关三年 阳吸阴阳二气 从老阳到少阳再到少阴 完成这个过程才能让阴阳二气生生不息 叶少阳眉头皱着 望着他说 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以为我这几年都在闲着吗 我自然有我的方法去调查 那无计鬼王没有发现你吗 我修成了无相之术 连他也无法发现 听顿了一下 盗峰说 当然我也不敢保证 这不是鬼王的圈套 但我们必须找到徐福 这是唯一的办法 他接着讲述 自己已经调查到徐福的下落 被无计鬼王关押在古墓中的一件密室里 天知道无计鬼王是怎么找到他的 发呈是他不愿意做法将无计鬼王送走 因此才被关押起来 在这方面 无计鬼王也没什么更好的办法 到了徐福这个地步 只要他不想做一件事 别人是无法强迫的 那些对付鬼魂的大刑之类的 在他这儿只是小儿科 再说 无计鬼王是什么人 才没有这么搂呢 用刑什么的 不能杀他 也不能放他走 自然就只能关起来 然后想办法说服他 盗峰带来的这些 的确都是好消息 虽然叶少阳和小九都觉得这件事情太冒险了 但事到如今也没更好的办法 当晚盗峰没走 留在了叶少阳的帐篷里 叶少阳感觉有点神奇 昨天自己还在苦苦地思索盗峰的下落 结果这一转眼就出现在他面前了 不过仔细一想 盗峰好像每次都是这样的 会一下子失踪很久 谁也不知道他去干什么了 然后又一下子出现在你的面前 好像这种状态对他来说才是常态 兄弟二人聊了个通宵 最后盗峰把装着混沌真集的瓶子 交给了叶少阳 要他放好 为什么给我 叶少阳不紧 自己实力不如盗峰 东西放在他身上 才更加安全 盗峰沉默了一下说 万一我回不去了 你一定要带着他去到混沌计 记得去轩辕之门 在那附近的生命之树上 有树之心 是混沌之气的起源 你把这个瓷饼打开 让混沌真集一附在上面 自然就会收拢公子的残魂 要不了树田 他就能够重生了 叶少阳耐心地听着说完 他说道 这么复杂的事情 你交给我去干 那你呢 万一出了什么状况 至少我得保证 让你回去 你快得了吧 要走一起走 岛峰微微一笑 他说道 你也是个宗师了 就这点觉悟 山海印只有你会用 只要你能回去 将来必然还有机会 来回来接我们 叶少阳也就没话说了 尽量吧 尽量我们大家一起回去 天还没亮 道风就催着叶少阳行动 他不让叶少阳在这毛小芳一起 理由是带太多人没有 这万一无疾鬼王发现 别说毛小芳是零先境界 就是境界再高一点 在鬼王面前 也如蝼蚁一样 既然是好朋友 那就更没必要拉着人家一起冒险 叶少阳想了想也对 不过明着跟毛小芳说 他肯定不同意 毕竟他跟着走了这么远 于是叶少阳临时写了一封信 放在这帐篷里 然后带着小酒悄悄地上路了 偏偏三人向着大漠深筹进房 天快亮了 叶少阳回头看的时候 几座帐篷都隐藏在黎明时分 半黑不白的天色中 一切都很安静 白天还没来到 真希望这是自己在这里度过的 最后一个夜晚 天快亮的时候 叶小木摘起了头盔 虚弱地往沙发上一躺 望着坐在一边的雪棋说 有没有烟呢 给我来一根 雪棋骂道 你小子找死是吗 叶小木吐了吐舌头说 我太累了 不然你给我煮个面吃吧 加个鸡蛋火腿肠 雪棋本来懒得厉害 看他脸色惨白 也是挺心疼的 于是起身去煮面了 只不过嘴里只是咕噜着 叶小木静静地躺在床上 半天没动 这一夜 他在游戏中不知道死了多少次了 他总算弄明白了 这是一款什么样的游戏 像过去的那些求生游戏一样 有着明确的目的 那就是回到精神病院 寻找崔震说的那个日记本 那上面有关那座精神病院 一切用病人做实验的 犯罪证据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